弟子们一向来都有做放生的活动 通常我们都在星期天到市场买一些鱼类 放在一个矿湖里 由于所放的众生数量相当大 日子久了 湖里的众生也显得拥挤 于是弟子们就有了疑问 这下面有两个问题了 第一个弟子们是否应该继续同样的湖放生 著名此湖乃私人产业引进退掉 这当然是好啊 但是如果这个湖里都已经非常拥挤了 你要另外找地方啊 另外去找 当然这个湖是私人的静止钓鱼好 找不到这样的环境 至少要找到比较偏僻一点地方 这个钓鱼的人少 不过也很麻烦 将来你放多了 大家晓得这条鱼多 都到这来钓了 所以这个事情要有智慧 放生 是在讲不必定日子 定日子有很多弊病 这些去抓鱼的人 听说哪一天有人放生 这销路很好啊 他就拼命去抓去了 如果他每一天抓这么多鱼没有销路卖不掉 他就不抓了 那比放生的功德还好 所以一切要有智慧 所以一切要有智慧 要有山桥方便 过去我们在台湾 我是从学佛 可以说呢 就提倡放生 到以后啊 我放生就很少做了 我去印书啊 印一些劝人吃素的书 劝人爱护动物的书 这也涉及放生 风自开的这个护生化急 早年我从香港得到一步之后 带回台湾 我就大量的印送 帮助一般人增长慈悲心 爱护动物 不吃众生肉啊 不伤害动物啊 这个都是属于放生 那么这个事情 怎么做法 你们自己一定要多想一想 怎样做法 比较上妥当 这个最不好的 在台湾发生过 许许多多这个现象 规定哪个日子 我要放生 让这些猎人 大发失 他们拼命去为主 到这个时候来卖给你们 你们看到又不能不买 所以这种放生 反而是害众生的生命 我有一年在台中 李老师讲经 在慈光图书馆讲经 有几个人抬了一只 大乌龟海龟 这个是大概总是 二十二三十年前的事情 抬到这个慈光图书馆 大门口 有许多人看到了 大家凑钱 价钱很高 凑了一些钱 买来了 买第二天到海里面 就要走 过了一个星期的时候 他抬了两只来了 大家看到的时候 怎么办呢 还是买下来吧 放生吧 再过一个星期 抬到五六只来了 李老师立刻就下令 不要理他 不要买他 为什么呢 越买越多 他知道这个有价钱 他卖得掉 他在别的地方卖不了 到宁门这个地方来 有效路 他就去抓了 所以以后我们就不放生 播放海归了 以后海归就不见了 就没有了 这个是对的 正确的 所以我们要懂得 现代人一些心理 要懂得他的心理 这个值得做参考 第二个问题 如果把一小部分放生的钱 拿来买饲料 给所放的众生吃 是否如法 这个如法了 你放生 当然你就得养活它 你不养活它 让它饿死 那也是错误 所以 这个饲料喂众生 这是好事情 也可以这样做 所以一切都是为了真正爱护众生 这个爱心难得 爱心可贵 也就是说 爱心是好的 我们得四做错 这个是廖凡先生 在他讲这个 善卧标准里面讲 这叫正中篇 你爱心是正的 你事情做错了 那便宜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